- 本影片由阿克力查! 贊助博主!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克力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00891跟0089后 這兩個都是以台灣半導體為主的ETF 內容上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差異喔 雖然股號只差一號 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題主題呢? 是因為在前兩集 我們有介紹了00891的成分股 以及它的一些特性 就有網友留言問到 00892跟00891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要怎麼算? 所以今天這一集阿克力就來個快問快答 跟大家來講 怎麼樣的人適合00891 怎麼樣的人適合00892 阿克力今天會主要以三點來論述 其實在短短影片裡面講不完這麼多差異 但是如果這三大的方向你符合其中的幾個 你大概就知道 其實是00891比較適合你還是00892 首先我們從半導體涵蓋性來說 如果你投資這個ETF的目的 你是為了涵蓋整個半導體的多元性的部分 我覺得00891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涵蓋了封測龍頭的日月光 但是相對的 00892它並沒有涵蓋日月光 你如果是半導體 照理說你上中下游都要游 你怎麼沒有日月光投控 但是這也沒有好沒有壞 只是說你要知道這些成分股組成的不同 因此如果你是要多元性的部分 我覺得00891是比較好的 好那接下來講回第二點 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集中型投資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00891也會比較適合你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前十大成分股 坦白說這兩個ETF沒有誰好誰壞 只有適不適合你 因為他們前十大的持股 其實各有八支 是重複的 好不好? 我們看到中性關鍵半導體 它跟00892最大不一樣 是它前十大持股裡面 有日月光投控跟CDKY 然後富邦半導體 它是有世界跟中美金 但是其實世界先進 也在00891的成分股 只是沒有在前十大 所以根據我這樣簡單的統計下來 兩個ETF30檔公司裡面 有19檔是一樣的 只有11檔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合計的權重差異 大概只有31%是不同的 所以說大方向其實 如果台灣的半導體好 兩個都不會到太差 但我為什麼剛剛說集中型投資呢? 是因為你看喔 中性關鍵半導體前三大的成分股 就已經佔了大概50% 分別是聯發科最高19.4% 第二台積電第三聯電 因此如果你的想法是說 我要投資台灣的晶雲雙雄 加上IC設計一顆聯發科的話 那00891就是比較適合你 相反的如果你是那種覺得說 我也沒有那麼喜歡聯發科阿 那我喜歡這個成分股 均勻一點不要那麼多 那00892就比較適合 因為你看 它第一大台積電佔了25% 第二的聯發科跟聯電阿 以及接下來的聯勇 瑞育環球晶文貌都佔了6%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平均分布了 當然這沒有好沒有壞 就我剛剛跟你講 如果你是要集中型投資的人 那這種聯發科台積電 聯電就佔了50% 台灣這三家半導體公司 其實就是 決定整個市場走向了啦 那你後面再搭配另外50%的股票 裡面像是有封測龍頭 綠月光投空以及CDKY CDKY一支股票3600多塊 是非常高價的一個股票 是台股的股王 你如果股王跟全王 全王就是台積電都要有 那00891就是比較適合你 相反的 比較分散風險的 你希望每一個成分股 這個影響ETF不要太大 那00892就不要適合你 那最後一點是什麼呢 最後一點我覺得是這個 你要考慮到半導體類股的波動性 因為其實這半導體類股 它股價的波動是蠻大的 所以如果以這個波動性 來換這些成分股的頻率的話 其實00891也是比較快 它是以每一季的調整 那00892是每半年的調整 所以給大家一個結論啦 今天我三點看起來好像都是00891 好像比較好 但是那是因為 阿格力是比較喜歡集中型的投資人 以及我比較喜歡這個 成分股的變動 它是會比較對應到目前當下市場的熱度 不過這也是有缺點喔 因為如果你以季度調整的話 你更換成分股衍生出來這些費用就會比較高 所以相對的 這就是00891的一個缺點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商品是絕對好絕對壞 只有比較適不適合你 總結來說 ETF到底適不適合 就要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的需求跟阿格力一樣 是想要用15000多塊 就可以買進聯發科 聯電以及台積電 甚至是股王 GDKY的話 那00891是比較適合的喔 因為它還有季度調整嘛 所以它跟上整個半導體 股市的變化的這個 機動性是比較好的 但我們剛剛講的 它就會有這個費用比較高 包往這樣的一個問題 以及我是比較喜歡集中型的投資 所以它前三大持股 聯發科、台積電跟聯電 就已經佔了50%了 我覺得這樣 我會比較知道說 這個ETF 我該看哪些公司 然後這些公司的發展是怎麼樣 我一邊做個股研究 一邊透過ETF 去降低 我們同時持有他們的一個門檻 這個就是我想要投資ETF的方式 但另外一種呢 其實是比較適合00892人 也就是說你希望還是以台積電為主體 畢竟佔了25%的權重 那其他分布到台灣半導體 各個優秀的公司 例如說像瑞育阿 或是聯勇這些公司的話 那麼00892就比較適合你 因為它比較分散風險 而且它調整類股的頻率是每半年 因此呢 這個衍生的相關費用相對的 是會比較低廉的 那相信看完今天這一集 大家心裡都會有一個 適合你的ETF的答案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阿可麗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怎麼樣去看待這些ETF的方法